巴萨输球后球员爆冲突,两大巨星互奔梅西一旁沉默不语,北京时间11月13日消息,巴萨主场3-4输给贝蒂斯,遭遇了赛季最耻辱一败,比赛结束后,巴萨球员们心情不佳,苏亚雷斯和皮克甚至起了言语冲突,而梅西在一旁沉默不语,此外,比达尔和皮克也有严肃交流,巴萨的这场输球,创造了多项耻辱记录。 他们西甲连续42个主场不败记录被终结,连续10轮丢球,也是近20年最差记录,巴萨坐镇主场丢刺球,则是15年来的第一次,上一次要追溯到2003年,因此,当中场照相时,球员们的不开心可以理解,但是,苏亚雷斯和皮克爆发言语冲突,苏神还说了脏话,西班牙媒体每日体育报披露, 当时,作为后防核心的皮克似乎想和苏亚雷斯交流一下,但苏亚雷斯很不开心,别他X的来惹我,而皮克则回应,好的,就这样吧。 值得一提的是,作为队长的梅西,在场边很沉默,此外,当巴萨丢掉第三球时,皮克大声呼喊,希望队友振作,从这点来看,皮克比梅西更像场上队长。 而皮克和皮达尔在场上也有严肃交流,因为比赛结束前,两人进攻抢到同一个点,导致错失进球机会,他们交流的大概意思是,皮达尔让皮克让一下,自己来处理这个球,但皮克误解了皮达尔的意思,总之,输掉一场球,球员们心里都不好受。 12轮,比赛,巴萨只拿下了7场胜利,胜率面前过半,积分榜上,巴萨集领先黄马4分,下一轮比赛,巴萨将克场对阵马境,时间是11月25日凌晨3点45分。